在去年深圳teamlap展段片中也有跟大家說過 當時那個展覽是由深圳一間叫做鑽放文創的公司 和日本的teamlap團隊合作搞的 而其實這間鑽放文創除了曾經搞過teamlap展之外 也都在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中開了一間 叫做鑽放公園的文創中心 裡面包括有展覽廳和書房等等的項目 其中最吸引的應該就是全球第二間teamlap藝術感官餐廳 今天就來和大家介紹這間名為花無印象的teamlap餐廳 到底有什麼看和吃 在這裡就要首先感謝鑽放文創的邀請 讓我們可以免費體驗和品嘗到 這麼高水準的teamlap懷食料理 話說想吃這一餐飯 先決條件就是要有醬飽的荷包 當然這餐飯的價錢都挺驚人 下午來吃要2-380人仔一位 晚上來吃更加要2-680人仔一位 即是差不多3,100元港幣一位 我想我們三個窮el 整輩人應該都沒什麼可能有錢吃第二次 不過在入正題介紹這餐飯之前 先來介紹一些貼地一點點的東西 說說這個鑽放公園的九大藝術空間 其中一些比較吸引人的項目 入門口左邊的藝術空間 會定期舉辦一些免費入場的當代藝術展覽 在這裡可以感受到濃濃的藝術氣息 藝術長廊是一條用落地摺疊玻璃門 分隔開室內外空間的走廊 同時也是一個打卡的好地方 賺放書房除了放了很多中外書吃之外 還有一個長包桌可以喝到世界各地的威士忌 你只要買杯飲料大約是5-60元 就可以在這個這麼舒服的環境下坐整個下午 另外這裡也是TeamLab餐廳的等候區 在等候的同時會有staff為你送上茶水 贊放廚房是一間人均200元左右 提供多國菜的餐廳 由於我未吃過所以就搭你不到好不好吃 不過環境肯定十分之一流 除了可以坐室內的座位之外 你還可以選擇坐在戶外花園 在樹蔭底下吃飯親近一下自然環境 在這裡順帶一提其實這裡對出的那條單車鏡 在天氣好的時候打卡都是十分之靈 家印你會認到三種顏色 單車鏡的紅色 樹葉的綠色 以及陽光的淺黃色 接下來就來到這段片的重頭戲介紹TeamLab餐廳了 剛才也有提及到這頓飯是可以選擇在下午或者晚上時間享用 收費雖然不同但其實所有體驗都是完全一樣 下午的用餐時間是由12點到2點 而晚飯的時間是由7點半到9點半 早到的話就可以在剛才介紹過的站房舒房倒休息 當時間一到就會有staff帶領我們 打開書房旁邊用密碼開的暗門 穿過一條走廊就來到這個 只可以給8個人同時吃的用餐地點 TeamLab餐廳是一間 科技與美食跨界融合的藝術感官餐廳 這個用餐空間本身也是一件藝術作品 因此每一位用餐的客人都成為作品一部份 在體驗美食的同時 可以享受藝術和科技帶來的全感官互動體驗 這件名為釋放後有連接世界的藝術作品 會按照不同的季節換上不同的主題 包含12個不斷變幻的場景 同有近40年經驗的資深淮石料理主廚 構製出的11度淮石料理雙負雙城 用的絕大部份都是進口食材 不同主題的場景和料理都會有所不同 我們今次體驗的是夏天主題 用餐空間的牆壁和桌面 全部都是用投影幕布組成 當每上一道料理就會自動切換配搭的場景 一開始的場景是觀賞碟 場上面投影的是未開花的茶花樹 桌上面暫時未有任何投影 只剩一對筷子、一張紙巾 一份關於餐廳的簡介和Menu 以及一隻被一束光照著的吉碟 在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試試動動這隻碟 燈光就會隨時這隻碟移動 讓大家熟習一下在之後的場景中 每道料理的碟都可以用移動的方式 來同桌面的動畫作出互動 之後會同時上兩道菜 分別是番茄和金槍魚 塔塔燒沙律 上菜之後不單是牆上面的茶花會盛開 還會有些小鳥飛來飛去 番茄碟旁邊也會有些茶花樹枝 伸延出來 當然這隻樹枝也會隨著番茄碟移動 而當這碟被人收走的時候 茶花也會隨即丟借 番茄不算大隻 已經剝皮吃下去景甜 金槍魚塔塔燒即是吞拿魚 適合近乎入口即用 不過吞拿魚一向不是看我們香港人口味 可能就未必個個都會欣賞 下一碟是伊勢海魯魚子杖刺身 這碟是一隻船的形狀 用一塊經過特殊處理的葡萄葉來組算法 上完菜之後桌面就會出現河流動畫 場上面的茶花樹也會出現藍色背景 當我們將這隻碟放在河流上面之後 碟旁邊的動畫也會隨即改變 形成繞過隻船的水流 由特定的方向來看的話 會覺得畫面像是幾隻船同時逆流異想 二世海魯即是龍蝦刺身 肉質嫩滑鮮甜無比 側面還配搭了一些寂寞的華沙比 吃到完全不工備 不會影響龍蝦肉的味道 另外龍蝦頭裡面是超多高 記得要吃 接下來是金木雕黑松露壽司 和金槍魚腩壽司 這個場景其實和上一個沒有太大分別 只是在桌面河流上面 多了一些游來游去的魚和花飯 兩件壽司本身已經加了華沙比 可以就這樣直接吃 雖然吃起來很鮮甜 不過都是一些不是太合香港人口味的魚 就沒有剛才的龍蝦肉那麼驚艷 接下來就到鹽燒喜之次 想完菜之後 牆上面的茶花樹就會散開消失 取而代之是吉緊花和竹林 吉緊花還會不斷散開 然後再生一些新的出來 另外碟旁邊同時也會有一些白色的吉緊花生出來 喜之次是日本的貴價魚 這個鹽燒喜之次 吃之前可以擠一些青檸汁下去 吃起來魚皮很脆 而裡面的肉還是很嫩滑 另外還有兩粒白果和一片燒番薯半碟 之後就到這碟帆立貝堅截煮 上菜之後牆上面所有吉緊花就會散開 然後就有很多水好像瀑布地倒下來 感覺就好像自身水簾洞裡面一樣 另外桌上面的水流都會消失 而本身白色的吉緊花就會全部盛開 和變成紫紫紅紅的顏色 這個帆立貝是燒完之後再和柴魚湯一起煮 不單止可以吃到凡臘貝的鮮甜味 還可以吃到柴魚的香味 雖然裡面的肉很嫩滑 但是我們都覺得外面內圍燒得過了火一點點 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下一碟是月子又抹燒 上完菜之後 牆上面和桌上面的所有東西都會消失 取而代之是紅黃藍三色的壽球花 還會不斷有些細細化的花飯散出來 整個畫面是非常夢幻 月子即是海猛 看來好像很多骨 但其實全部都燒到超脆 所以就可以放心大口大口咬 吃下去有陣淡淡的胡椒味 旁邊還有些蘿蔔泥和胡椒粉可以配搭來吃 另外還會上多杯煎茶給你清淡口的味道 迎接下一道超級好吃的食物 接下來是我們覺得最好吃的 貼板和牛配起馬拉三岩鹽 上菜之後所有壽球花都會散開 畫面是超震撼 之後就會出現一些紫藍色的杜藥花 兩塊和牛吃下去超嫩 超juicy 還要超重肉味 可以配搭一些鹽鹽或者炸蒜片一起來吃 唯一要挑剔的地方就是兩塊肉太少了 吃完肯定會覺得不夠厚 接下來就到冷烏冬 上完菜之後桌上就會有很多蝴蝶飛出來 這個烏冬是偏幼和扁身 吃起來爽滑彈牙都算不錯 上完蜜瓜就來到最後一個場景 背景會慢慢顯現出金黃色的磚塊 然後那些杜藥花就會散開 之後之前出現過的幾種花又會慢慢重新出現 情願出白花盛況的畫面 在蝴蝶出現的同時 又會上最後一道名為抹茶的甜品 這個甜品其實是脆皮的抹茶mousse 茶味不算特別濃 亦都只是有一點點回甘 相對於之前的這麼好吃的食物 這個甜品就略為有一點點失色 而蜜瓜就真的超甜超多汁 又是一樣會令人覺得不夠厚的食物 飲品方面整餐飯會提供一杯 法國路易萬菲香檳 以及無限飲飲的Evian礦泉水 想飲其他東西就要另外付錢 另外由於配合場景的關係 房間的冷氣都開得挺冷的 怕冷的人士最好帶多件衣服 那$3,100吃這餐飯究竟值不值呢? 但從食物和服務質素來說 這裡的水準之高一定是無用之疑 而且整餐飯不單有很多互動元素 亦都有非常多的打卡位 一些場景的轉換 新歷奇境都會覺得十分震撼 加上油揚的音樂 整餐飯絕對是視覺、聽覺和味覺的享受 吃完這餐飯絕對會令你留下美好回憶 不過好老實說 即使結合了上述這麼多元素 $3,100真的有點偏貴 我想當做一些特別紀念日子的慶祝大餐 會比較合適一點 在這裡提提大家 想吃的話是要提前預約的 最早接受提前三個月的預約 可以透過WeChat公眾號或者電話來預約 每個時段人數上限是8人 由於只有一張大桌的關係 不是包場的話就要跟其他人搭桌 另外這間餐廳暫時預計只是開多一年 未知一年後還會不會繼續搞 想吃的話就要快點來吃吧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吧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